那時候我跟他的機緣 之前在夜店 在角落的一個包廂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那裡 那麼多人到底在幹嘛 我就問我的觀光有什麼活動 還是那裡有什麼人 他是說 我以前喜歡的類型是 就是乾乾淨淨的 這樣 我就是那時候跟月老就許願 就乾淨這樣 然後不要刺青 不要八九拜託 拜託拜託 所以月老其實跟蠻雄東的參訪 這樣建造比較有那個 剛剛跟我的講一下 因為現在喔 這部分 我都是喔 蜂蜜在處理 這些 保養品 變化 什麼一些 保養品 飄源蛋白的 都是現在 都蜂蜜在發熱 沒有啦 我現在喔 老闆的 要退休 年紀有了 貴手高 我都在幫我教人的福利 參評好你們背藝術 所以喔 待會兒人 不用照顧 待會兒 看一個很乾淨的直播空間 你們伯伯來 我這年 叫你們 那時候我跟他的機緣 之前在夜店 我就開包廂跟姐妹一起玩 然後在二樓 然後我們就玩完完 然後就是 在角落的一個包廂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那裡 那麼多人 到底在幹嘛 我就問我的公關 我就說欸怎麼了 那裡 請問那裡有什麼活動 還是那裡有什麼人 他是說 鳳梨啊 就是我要跟鳳梨那種 鳳梨啊 然後我就沒有很驚訝 因為我以前喜歡的類型是 就是 就乾乾淨淨的 這樣 我就是那時候跟月老 我就許願 然後我就 就乾淨這樣 然後不要刺青 不要霸酒 拜託 就然後我以前的 我前男友 我就許願說 我希望可以一百八 結果他還可以一六九 我跟你說 我在我遇到我前男友之前 我真的跟月老許願 我一百八 然後對我 欸不錯 然後我在 遇到他之前 我那時候許願說 我希望就是 教一個瘦的 結果我教了一個 快一百二十公斤的 然後 就月老其實 滿喜歡跟我唱法 要的 但是後來 我跟你講 跟你們說 其實相處 他不像螢幕上是 小小這樣 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穩重 然後 會教我很多的 男人 成熟 就不像 噢 刺青當然是表面上 當然不可能看表面嘛 就是相處之後 我就覺得 他這個真的很好 這好 他私底下真的很震驚 他真的是 就是很震驚 他不會 但因為有時候做效果 就是可能 有的人會覺得 他都會一整天罵髒話 他其實也不是 他私底下 他真的不 隨便罵髒話 他就是很震驚的人 然後很謙虛的 好 那我